今天我们是一个肩颈膊肩膊线条的塑造 最重要的就是全程不要怂肩 我先来做个示范啊 比如说第一个动作这个抬手臂 怂念就是你胳膊上台的时候肩膀跟着一起动 就是这个样子的 肩膀就和核心一样去把它稳定住 这样子的才是正确的 肩膀不要动 全程就是攻三头肌还有攻二头肌在发力 OK 每个动作做30秒 尽量中间不要歇 第一个动作 手臂一直朝前一直朝旁边抬平 动作很简单 就是不要去耸肩 然后把手臂抬至于地面保持平行就可以 还有就是身体不要晃 你看我做这个动作除了抬手臂 我的腹部 臀腿包括背 基本上都是保持固定的 对吧 不要停 先把手臂向前面举平 然后握拳在身体两侧打开 这也没啥说的 就是不要耸肩把胳膊举平 你看不管我是向前还是上台 我的大臂都是要与地面保持平行的 第三个动作来把手掌翻上来 然后握拳向上举 是不是就像举耳铃一样 炼我们的宫耳头肌 不要软绵绵的做 去挤压我们大臂前侧的宫耳头肌 好 先来挤一下光约图肌 然后胳膊向下弯 再上台去挤 做一个全程的弯子 前面练完了 来侧面 手握拳 把大拇指伸出来 在前面做一个交叉 然后打开 再抬平 感受全程 大笔曲发力 肩膀不要动 好 好 好 先把手臂在前面伸直 上下做一个交叉 然后再向旁边打开 记住大臂要始终于地面保持平行 所以我建议你对着镜子做 这样子防止你的胳膊掉下来 或者你也可以把你做的动作录下来 然后看回放 因为动作做不对 它的效果肯定会差很多 然后来上半身微微向前俯身 先做一个划船 然后手臂向后 这个动作就是你向后划船的时候 手肘要始终朝向正后方 不要向两边打开 好 后面的几个动作要一气合成 先来把手臂向上伸直 然后向两边打开 主要就是平 就是始终让你的手臂是控制的状态 尤其是大臂应该会非常的酸胀 那就不要掉下来 好 最后肩膀身平的那一下不要歇 直接来向后划圈 不要耸肩啊 大臂发力 向后划圈 小臂还有手是放松的状态 大臂去发力 如果要是你向前划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前划30秒 后划30秒 主要就是坚持住 让大臂的那个酸胀感一直保持住 手臂要始终于地面保持平行 你要是垂下来的话 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标息 前划圈30秒 前划圈30秒 然后来胳膊一边一边的三长区 最后一个动作啊 把两个手都向上举直 然后手掌相对 然后向后弯 大臂要垂直于地面 始终朝向正前方 量我们的拜拜肉 攻三头肌 OK训练完 这个强度没有必要拉伸 放松一下就可以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 感谢观看